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前天是跌了一百多点 那昨天又下跌 所以很多人在问说 大牌现在是怎么样 怎么又跌了 是不是走空了 我说现在什么时代了 在大牌从上万点之后 大牌那个根本就不用去看它 因为什么万点就是基本盘 所以这行情 如果你还在看指数 什么涨跟跌 这种节目你可以把它打叉叉 因为你知道吗 指数你又不是在做指数的 是今年的行情 主要是重点在来是股票 股票上的钱是赚不完的 这个地方 当然走大盘本身的意涵就不大 因为指数空就不大 能跌多少能涨多少 它就持续就会涨不停 因为个股上的表现空间 会相当的大 就是选股的问题 所以你选到什么 你要选到一个最夯的股票 就最好赚钱 那竟然难道大盘跌 没有股票大涨吗 应该有吧 一档就是大牙 对不对 这档股票是什么时候 我跟你讲是11月23号 今天已经到月底了 已经快进入12月了 那请问你 那天11月23号 我那时跟你讲 近日凤凰夯股 那时都错过利敦 利敦 利敦实际上昨天也蛮漂亮的 又来到32块以上 来到33 这种东西有一定很多 老师那利敦还可以不卖 你那时都不鸟它的人 你26块27块叫你买它的时候 你敢不敢买现在这种股票 你就设好停利顶就好了啦 如果短线你要卖掉的时候 是要往上的空间 要这么大段的那种最大段的那种比较好赚的钱 应该目前来讲总是涨都会稍微区间整理 也就是没什么意涵 只能这样跟你讲 你要卖掉可以反正这种股票已经每一张27块28块 你随便买随便赚 最少也赚个 也赚个20% 100万就20万 最少最少 而且只要那时候你买过它 那你没买过它 来到11月23号 它在大早的过程里面 把这安景就留下来 因为这种股票坦白讲 如果手上那时没卖掉 我也觉得它会结束 留下来它是比较没有量 我们先把这两档股票先解释清楚 它现在目前是没有量 它不会跌 它股票什么 没有量代表什么 不会涨不会跌 它一定要有那个点火的量 它才会大涨 你说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会有这种点火的量 它这个地方 我要跟你讲 就等到这个地方 安吉这个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先 从利敦带到安吉这边 安吉的话 近代 凤凰指标有只是一个加码点出现 好不好 这样比较简单 加码点在哪里 加码点出现告诉你就 法人就会 对那个有钱就会买很多很多 那你买个10张20张30张就很好赚钱 就如同之前的 之前的 的美党股票的夯股就是这种形态 包括近期的11月23号的大雅 现在严格来讲 到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大雅在涨什么 但问题是11月23它是底部吗 11块5毛4 我那时没跟你特别的画这样子吗 你全部来找我 甚至很多人根本知道他是谁 这个说明外多长问我说老师那个大雅对不对 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说很好啊 你买了吗 不错的 可是好像不太会动 这种股票老师你一整年有涨到吗 没有错 这档股票如果严格来讲 是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跟大家讲说这档股票是底部翻阳股 那时候是在6块钱的一个大雅 一直没涨到8月17号都没涨 但是你只要买在我们跟你讲 净值 就是净值以下 6块9毛5 你说什么那时候7块钱的大雅 我觉得他很便宜 全收的 到8月17号你都还买得到这个一点 你不然 我一直跟大家讲 他是13年大底完成 历史高年在200块以上 今年的2017年 也是一档大凤凰之一 就是底部翻阳股 补你的所有之前没赚好好的即刻就赚 你摆着即刻就赚 现在 喊不咚咚大雅 一档大雅低下来可以涨了快一倍 再回到那个时间点 你的钱 要不要重压 包括你很喜欢底部的股票 你只要这种股票就是什么 你就摆着当嫁妆 Gay Zeng 就是我常跟大家 就是嫁女儿 不要把她当赔钱 嫁过去的话 她会带一个什么 有一天媳妇会熬成婆 所以这种股票你不要理她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嫁妆就对了 对不对 你把她摆着 我跟妳讲 江南真的 这种股票 跟我不用去管她 有一天她真的还你一个公道 那是不得了 你看昨天的大雅 到现在还有人问我说 老师要买什么位置 我怎么知道要买什么位置给你 毕竟你对象 你见识到的时候 我再次叫你 这个是之前的 但是 而后呢 而后我再跟你谈的时候 已经来到11月3 我不是没提醒你 11块5毛4 绝对有来 穿嫁成交 就怕你不敢买 因为什么 你早就卖光光了 所以我常讲说 有些投资朋友 你要勇敢的把一些你过去 卖掉的股票 你要把他勇敢的买回来 利用什么 凤凰指标会告诉你 法人还要再买 如果有这个机会 你要不要赶快把他买回来 因为毕竟股票会涨的过程里面 尤其在资金行情的引爆 最重要是 亮能的点火 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跟你讲 就是那个大雅基本面 是因为太阳能 太阳能的一个发光发生 他早就是太阳能发电厂 那时候 我要取得台南市 第一张太阳能电业执照 那时候我跟你讲 这叫大雅 国内最长通过台电 345kb的认证的厂商 那时就是大雅 3月份跟你讲 自己看 但是我们涨到 他就是一档五的良心股 告诉你买这个股票不会吃亏 尤其是什么穷人翻身股 但是来到这个地方坦白讲 他已经不是穷人翻身股 他是一档很夯很夯的股票 你还是什么 你还是不能错过 这就是说这种观念 你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如果你可以接受 股市的那个 金融操作钱 真的赚得没完没了 为什么你无感 因为你所有股票都 都已经 送给别人了 然后然后你去找一些 还没有为正式启动的股票 你又不知道何年何日何月 才能等到他上涨这一波段 那坦白讲这个地方来讲 已经来到一万多点 如果有没有问我 有没有大亚这种股票 当然也有 你要给他时间 就像当初的大亚 我跟你讲的时候 实际上那时在三月份的时候 你给他时间 你一定不要每天一直去看他 你就把他摆着 当作嫁过去的女儿 要不要嫁妆 要不要给人家了 对不对 摆在那边 有一天搞不好 他回馈 回馈给你娘家 不得了 不见得是赔钱货 有人想说老是嫁妆就赔钱 我怎么会 我是把他当作嫁妆了 因为我们女人 讲话就比较 这样比较贴切一点 他那时候或许不是一只金鸡母 他就这样 这种股票给他假以时日 不得了 对不对 尤其他用两百多块 这种股票以前为什么两百多 电线电缆 对不对 一个概念股 那现在来到这边 我请问你 现在原物料都在 都在什么 因为同伙朋友都已经大涨了 所以现在这个什么 电线包括气胞线 包括太阳能 本身的发光发热 他最后中秋受费的 他电线电缆 而且他公司也赚钱 又不是没 又不是没赚钱 又赚钱 他总会没赚钱 对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 年年都在赚钱的公司 最这么难的人 在六七块钱 你怎么不弯腰下来捡钻石 包括现在来讲 实在这种股票 如果你仔细问我 老师 你这样讲的意思何在 我上次叫你买11块5毛5 好了我就好心跟你讲 这种股票实际上坦白讲 如果有回到 好了看这边好了 这个地方来 这边我们照进 这边有一个 当然这个区块 这个区间 全部通通 当然这个地方 60日均线不可能来 就很简单 20日均线要来 他除非跌破20日均线 代表什么 这个行情可能 它要上涨的幅度 就所谓转弱点在20日均线 否则我跟这种股票 回到5日均线 你自己看 11块8毛9 就12块附近 我是给你 口坑你 试买不是卖 这样有没有送你礼物 不要每次都说 老师 钱好难做 我都赔钱 要赔什么钱 我常常给你投资 我跟实际上 那股市最忌讳说自己赔钱 因为他就是一个气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一直说你自己赚钱 你很开心 跟你讲那个财神也跟着你 那种快乐的因子的启动 也在于你自己 所以有时候你要帮帮自己一点忙 不要一直说自己怎么样 就像我常跟讲 有些人家说癌症病患 为什么会好 他心情很开心 他把他当病痛 所以他就怎么变得没事 他癌症的原因是出在什么 烦恼太多 就是太 太执着在某个点上 所以他变得 然后会结成一个肿瘤 这是医学是有根据 为什么他会化掉 实际上每个人 身上都有癌细胞 对不对 尤其像我们这种高压力 抗压能力要很强 这种高压的工作来讲 说实在 我们才真的要得到癌症的 应该是我合怀症 为什么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可以轻轻放下 很多东西要自己要过得很开心 因为有很多东西 真的有时候在考验你什么 你的一个 一个 有时候要考验你的 你的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可以 你的智慧帮你的会 你要把他当什么 你的会根 虽然聪明的满街都是 但是真的有那个会根的人 才可以赚到市场上真正的四方财 开那个会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有时候跟大家讲这东西 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 你听得懂的话 或许你会很谢 你听不懂就觉得 老师你在讲什么 讲股票讲到这些东西 但真的跟你的 跟你未来在 买股票在过程里面有很大的关系 要赚大一块小钱 来自于反显你的 你的个人的一个 一个格局 包括你的态度 人家说态度 可以决定什么 你的格局 包括什么 态度 你的高度 这个地方来讲 都是你的未来的 可以参考的东西 那让大雅怎么样 刚才已经送给大家 我这种说实在 也还不耐 我们节目就直接跟大家讲 所以你把笔记本记 因为这个股票 是之前的股票 在这边跟大家讲 这种股票说实在 你不必要 这个地方去看坏它 但是如果你严格来说 这种股票有没有 这种价装股 有没有 有了 我今天又要给大家一档 他是谁 这档等一下跟你讲 这档股票也超夯的 这档股票才是你非赚不够 先给你看 这档股票是什么 这档股票就是 我们这次说明会里面 也很多人现在跟你讲 叫齐宏 实在是冤枉 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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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 你多冤枉 那在演讲会跟你讲说 你把手续 这档股票 礼拜五 虽然你就可以 先上车 31块全收 一样 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 你全收的 你哪一个没赚到钱 你通通来找我 这档股票坦白讲 昨天是涨停 所以我最不 为什么这两天一直没有告诉你 告诉你这档股票 打开跟你讲 不是你不知道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这档股票 因为这次新交流会员 尤其台南的会员最多 每个人把它早上的时候 我跟你讲 很多人说 老师你都没有 没有 没有 我买不到 什么会买不到 31块很好买 只是那时候真的说 在开盘的时候 你要 赶快去买 等它过了之后 就什么 就没有 但是真的说 这档股票坦白讲 到昨天来讲 30块开高走高 我买在哪 就31块附近 所以现在来讲 你注意看 我要跟你讲 这档股票坦白讲 目前是很强 也很多人在跟你讲 散热模组 散热模组 的确 它也是 也是一个很夯的题材 目前来讲 但是我跟你讲 这股票就做了什么 就叫比价效应 对我来讲 我不是觉得它特别的厉害 的确它业绩也相当不错 但是这价格比较没涨到 现在目前正式在走 它的一个 一个什么 补涨的行情 如果以前 双红 你也知道可以 对不对 包括散热模组 来讲 说出来最后一棒 就是齐红 那齐红本身的话 这一次来讲 就反而这个地方来讲 大家要善加注意一下 这边来讲 但是我并不会觉得 这档股票 今天涨停满之后 再跟你歌唱 这不是我的做人的缘由 但是毕竟 的确这档股票 如果再有这种机会来 你要不那时 那时如果你在礼拜五 愿意 包括礼拜一早上来买 这就对了 对不对 我们的新会员包 我们的旧会员 很多人都享受到这档股票 除了大牙以外 还有一档 一档 一档齐红 这就是所谓目前行情最夯的一档股票 但是这档股票的未来如何 如果有机会 因为我不太喜欢股票涨了十几% 一二十%之后 到大家一直追高追高 这不是我的动作 我会静待他有没有机会 或是我找一档 像这样的股票给你好不好 有没有当然有 我当然有才会邀请你 这种股票不是唯一的 这股票绝对不是底 这就是盘面上目前最夯的股票 所谓现在目前 最容易让你赚到短线的价差 你要不要赚 这种股票说实在 要的话 当然目前来讲有很多 另外有一档 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要跟大家公开 在有些时候 我对大家真的很不赖 真的大家 你一定要赚钱 不是对不起 我们凤凰团队 我们这样用心的 帮你找一些资料出来 那齐荣你错过了 把这老师 那你那时就不赚 那你没有把手续 你怎么叫我给你 我不是这样非赚不可吗 那最少这档股票 会有送给你吧 叫什么南茂 你说对呀 南茂怎么这么弱 我没跟你讲是这档股 你这档股吗 够赚你知道吗 你要给他时间 以前戴亚是这个样子 何况你看他哪里不好 他赚了3块多 这档股票第3季都赚3块3毛5 今年最少赚4块钱 你觉得他比不比 为什么会这么跌 我那时候跟你讲 现在内部的法轮报告 他大部分是开在这边 这个地方 因为你自己看法轮买 我不是骗你 你自己看 这不是随便跟你 跟你随便说说的 我这个人讲的话 是有评有据 你说老师是怎么来的 这我当然不能跟你讲 但是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他买上来的 对不对 他买在哪里 这不是33块附近 EPS第3季赚3块5毛 目前股价就28块 你觉得合理 为什么 市场上常是这回事 资金的流向 为什么要卖这么多 因为如果他不把这个 这个目前比较没有涨的部位 把它剔除掉的话 他年底他要 他这些 这些 这些操盘手 他会怎么样 他会不会 公司会对他评价如何 所以这有时候市场上就这么妙 股票一直人家追 外资法一直买一直追着 因为他也要继续 他要升光发财 有些股票目前来讲没事 可是他什么 他也是一定要把他砍掉 那个部位先砍掉 为什么 为了让 帐面漂亮 所以接着来讲 这种股票 这样资源 资源昨天也蛮漂亮的 还有像 原项 原项那时 错过了 已经涨停了 说这个东西从底部翻扬股票 不要挤就如同 原项在80几块的位置 如同资源在42块的位置 你要不要给他时间 你要不要给他时间 这种股票真的说实在 但是你就不用一直去理会他嘛 买了就把他摆下来就好 不要说嫁妆嘛 动作你的gay真改摆着嘛 嫁妆本身有一天那个 就告诉你他不可思议的 那27.7 量又缩 那前天你说老师那礼拜一为什么这么高 我就觉得奇怪 投资朋友为什么要去追 在演讲会跟大家讲 这种股票你低接就没有错了 当然坦白讲 这种股票坦白讲 现在目前10日均线已经站在27.7 对不对 那现在以那种股价平均来讲 EPS 他也相当的低 那对你说哪一档比较好 是齐鸿好还是他好 当然是蓝茂好啊 那为什么齐鸿是涨停板的呢 因为资金在买他 人家也要作涨行情啊 所以回过来投资朋友 你心中要有个冷静的心 你可以跟他共襄盛举 但是你不要去帮他抬轿 你要解我意思吗 有些股票说 散户你有什么优点 因为你比较 你比较灵活一点 你不用受人家控制 但有时候 你要注意 一个股票 有没有出货的现象 这就是你来找我合完针最大缘由 当一个股票在转弱过程里面 你不要 在频频的什么去禁闭他 有时候很多投资朋友 高点没买到 低档没买到 然后就涨停满涨停满之后 忽然之间有一天来到低档 马上买一下 一买就套 因为人家已经什么风光不在了 所以要不要再买回来 齐鸿留带给我 帮你做评价 因为毕竟31块已经失掉了 帮我 大雅来讲我认为相当不赖 一根打 刚刚有一些过程里面 你可以回撤10日均线 5日均线 加减参考一下 了解我意思吗 我想这个地方是我这一个 这个上半段节目送给大家一个 礼物 但是对这张股票的评价如何 我就想说你去比较市场上多少人 多少上难冒这种股票来讲 还在低档区 如果你 你不嫌他卖 我觉得你可以把他买下来 把他摆着 给你女儿当嫁妆也不错 真的讲真的一句话 或是你自己留着 将来或许不可思议的话 他给你什么 一片 媳妇熬成婆 一片天都不一样 会不会不小心跟 跟大雅来走一招 你给他一点三个月往后看三个月往后 半年的时间 我觉得你应该什么 应该不大 不大会吃亏 那接下来讲 当然这个地方来讲 是一个抢红包的时间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该怎么规划 当然你也可以看节目 持续不要追高杀 你要赚小钱不用看 不用来找我 你如果要好好赚个大赚时 我现在有个超大红包 就像我们进来的 加入会员的 当然赚比较快 很多股票 持续涨不停 但是 重要是你只要一档股票 让他胜过你手上股票 什么股票可以今天现买现赚 我想很多股票跟大家谈得很清楚 不小心什么股票 是你手上股票可以现买现赚 涨停板 甚至像旗红一样 这地方超大红包 现在正在什么 正在发送 好好地自行做个把握 这边来讲 那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跟大家讲 还有什么好的法轮骨 可以跟大家报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安心续放 因为这种股票真的 我真的看不到它要回到哪里去 要回到哪里去 真的很可惜 因为这种股票坦白讲 本来是一档真的 你可以轻松的跟 而且最容易让你赚到这些 你可以说韩国你不敢跟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你跟我讲说原相 我又卖在低档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都赚得到钱 因为这种股票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样一个区块 这样上来了 就是这样过了这山就没有这个店 人家讲的这句话就是什么 他一过的话就很夯很夯很夯 现在这种股票未来会怎么样 你要看着办 多赚一点给靠场一下 因为搞不好原相就是什么 原相也是个大公司 开玩笑 很多人 这种法人股 原样就是一档法人股 这种法人股 我只能跟你这样透露一下 一般来讲是涨越多 法人评价越高 所以来到这边 你看到什么法人都不会卖 只会一直加码一直加码 所以你也相对说你不要一直什么 一直一直追一直追 你要有机会 他在洗盘的过程里面 这地方来讲 降低一下自己的成本 这种股票真的是 涨得没完没了 尤其最少人 我本来预计他是12月份发动 结果11月底就开始什么 开始动起来了 但不管怎么样 这种股票真的说有的 真的恭喜你 你安心续报就对 因为毕竟这个股票 我就已经摆了这么明了 剩下我也不方便再讲太多 那接下来如果你没有原相 那你问我老是橘子好不好 当然他也很好 但是问题他你在帮人家抬交 已经来到118块了 我是不建议你 但有的当股票觉得你不会跟他抬交 你可能跟他共相顺举 就是宇峻嘛 目前才107块 昨天说实在又来110 怎么说没有110为什么会跌下来 这就是11 这个股票你 我就跟你讲这个地方逢回拉回 你还记得11月27号 你记不记得他有没有来回 有吧你要赚点 这种股票法轮股说实在他走得慢 但是你可以轻松跟得上 这种股票坦白讲 如果以游戏股来讲 游戏概念股来讲 实际上不可缺乏就是宇峻 因为宇峻的获利是相当的亮丽 那这个地方来讲 当然我也跟大家报告了 为什么他这个在110块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实在这档股票已经很明确了 他就是准备什么 准备挑战了嘛 好这个东西来讲 会不会过给他时间 我觉得除非大盘真的很烂很烂 就算未来大盘很烂很烂 有那种大回档一个喜盘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还他一个公道 为什么因为局质 都可以涨到118块 为什么他不可以呢 你说局质哪里好 就是因为有人在买他 万般拉抬为什么 就是希望你共襄胜举 请君入翁 那相对股价有个比价效应 你要给他时间的话 实际上你懂得去选股 我会选什么 我会选宇峻 宇峻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没有办法 现在关键要在112块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112 现在你他盘这么久 坦白讲这个已经告诉你什么 这个时间性的问题除非这个大盘很烂很烂 或者什么非经济的因素发生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出来这个大量区 他今年5月8号之前来高点的时候 今年高点就是此坡的高点117块 现在这个低点是108块 5月8号这个地方你把它加回去 117加108除以2 是不是112.5 他那天的量才3691张 实际上他真的大量区大家都知道 是出在90块附近 他今年的年初 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一次96块大幅度回答 现在这种股票怎么 为什么每次下跌他的量就说 那这是他次量 这个不是真正的高点 就是因为什么 他不是真正出大量 他是在回撤洗盘等他什么 第四季的营运可以成长上来 果然营运成长也动能也不错 所以这种股票基本上 他的关键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卖卖 我常跟你讲说 你不要每次这么急于获利 有些股票该转弱点 该卖掉也就舍不得 真的该好的股票给他一点时间 说实在这种股票 法轮股就像你的金鸡母一样 你要看不得他有机会多跌一点 说实在这种股票如果跌到100块 我替你感到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的机会 不是等下股票涨上来像元像 他涨到160岁 他在那边垂心肝 那就跟自己真的是很可惜 这种股票 我希望大家你要好好去看 他的未来性 这种股票真正说实在 在这个行情里面 天天不见得大涨大跌 但你会选股的 选到金鸡母就是法人股的话 他持续你可以评价 他未来一个成长性来讲 这地方你有这个钱是赚不完的 那当然这边我们还有一档大红包 今天继续盖牌 这档股票真的是一档非常棒的 一档非常耀眼的股票 我觉得这地方进场 你绝对不吃亏 补你 补你 原相所没赚到钱 在现在相对低档的位置 他到底是谁 我这两天 一定会带你好好的做进场的动作 也欢迎你把电话拨通 好有自行做个把握 也祝他创业税 明年见 可以借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